那么中国文化史上啊 有位高人叫做僧灿大师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个僧灿大师就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学人 这个学人风尘仆仆的 一见到僧灿 就倒头变败就跟他讲 说师父 我的心里面啊 有很多很多的不自在 我总感觉到一种绳子把我给捆住了 束缚了 那么你老人家是一位高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方法 让我把这个束缚从我的心头给拉掉 那么一个高明的这个智者呀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从来不给你脱离倒水 从来不会给你绕弯子的 他会直接了当的 把那个问题的最核心的那个问题给你抓住 所以这个僧灿听了对方的这个问话之后啊 他就不慌不忙的就问了一句 他说那么你告诉我 是谁把你绑起来的呢 那么这句话看起来是非常的平平淡淡 但实际上那却是一字字字千军 那么这个学人听了之后就在反省 说是啊 没有别人把我给捆住了 是不是 我的不愉快 我的郁闷 我的不开心 都是谁呀 都是我自己加到我自己身上去的 于是他就老老实实的回答 说师父 无人父 没有别人把我给束缚住了 那么这时候 孙灿就说了一句说 无人父 何必更求解脱 那既然没有别人把你捆住了 你为什么在我这个地方去找解脱 是不是啊 束缚你的是你自己 解灵还须 吸灵人 对了 是不是啊 那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你在我这地方找什么解脱 所以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梦中人 那个孙灿的这个话呢 就让这个年轻的学习者 一下子就悟到了 悟到了什么 悟到了 那原来我们束缚自己的那个根源 是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的心里面 后来他就跟着这个孙灿学习 后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 一个高人